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我是帕球隊員 小豬 這一次我們來開新的系列 主要的話就是回答 很多球友在粉專上面 或者是YouTube上面 問我的一些問題 這一次的話有一個球友有碰到 他在投球的時候 手會抬得過高的一個問題 我們先來看他的影片 影片很明顯看到他手抬的時候 會超過他的肩線 也就是他肩膀的一個水平線 手肘抬得過高 然後在投球他容易會造成肩鋒的擠壓 OK 那如果你要調整的話 我這邊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式 他就是準備一顆瑜伽球 或者是籃球 夾在你投球手的底下 要丟球的時候 我們拿起來 出手套之後 在拿起來之前 這顆球都不可以掉 OK 但是我們 手舉到頭球位的時候 他才可以掉 OK 然後你再去做頭球動作 先夾好 手放下來拿起來 好 他才可以掉 你的手肘就不會抬超過你的肩線 如果你做成手肘抬太高的話 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在你手還沒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球就會掉 不管你手是要繞大圈 還是小擺臂都可以 我先做繞大圈的 再丟 小繞臂的 一樣拿起來 可以丟了 在做的時候就是要注意說 你一定要是 已經 手已經拿出來了 到這邊了 球才可以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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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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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